冷气团发威加上水气充足 和欢山降下冰线 民众又惊又喜 而玉山清晨3点半到8点半 甚至降雪累积4.5公分后 但随着封面远离 天气由湿冷转成干冷 虽然白天太阳露脸 但入夜后才是这波冷气团最强的时候 这波的大陆冷气团预估在 今天晚上到明天清晨之间 会有一个新的低温出现 尤其是在中部以北 还有东北部地区 最低气温大约是11到13度之间 1号晚上到2号清晨 中部以北的最低温只有11度 东部也只有12度 南部则是15度 但是2号白天开始 气温就会回升 从明天白天开始 因为冷气团逐渐的减弱 所以温度就开始回升起来 气温方面是属于逐日回升的状况 因此清明假期这几天 温度都是呈现比较温暖的情形 水气也是非常的少 清明廉价天气 一天比一天还要好 北部高温可能达到27度 南部地区则是要留意 日夜温差高达10度以上 出门在外记得适时添加义务 大家喜欢黄金星的印象 台北报道 彰化八卦山最近出现了 大批民众赏英核的景象